生活不易啊 非常适合夏天 非常适合现在这个时机 要戴口罩防刮蹭 同时呢很持久 也是比较高被遮瑕的两款粉底液的PK 直村秀的雨沙持妆粉底液 叫做小方瓶 蓝蔻的持妆粉底液 其实在起初我对他们两个都没有那么的喜欢 一下在演示的过程中会告诉你们 我对他们的第一印象为什么我不喜欢 但是最近呢我其实还蛮喜欢的 我是一个混油皮 身上的皮肤是比较均匀的 脸上有很多的肤色不均 这个是我选粉底液比较重要的 就是它能够盖住我这些问题 混油皮嘛就会有一些毛孔比较粗的问题呀 像我这里 鼻子这一块 还有额头这里呢都是毛孔比较粗的 然后嘴角呢 鼻翼啊眼下都会有一些色素沉淀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痘印 然后我是混油皮嘛 所以T区这个位置还是比较油的 今天这两款粉底液 其实都是挺适合我这样的皮肤的 但是即便我是混油皮呢 我也会先做好妆前的保湿 就我上任何的粉底产品 我都会先上一个打底 这个我已经说烂了 就我每次都会先上一个打底 所以今天也不例外 我就会用Bobby Round的这个橘子面霜 先打个底 那这两款粉底液呢 其实它们的官方宣传 我看了非常相似 都是持妆粉底液 那这个兰蔻持妆粉底液 它的官方宣传主打的呢 是一个叫做持妆透气网膜科技 可以保证它的持妆力非常的好 一整天都不脱妆 它中间有很多气孔 可以让你的毛孔呼吸 不会阻塞 哑光雾面妆效 有天然的质感 没有什么负担感 妆感也比较轻薄 持妆力非常强 是24小时持妆且控妆 不怕刮蹭 然后最后就是讲到 它的遮瑕力非常的高 然后它里面也有一些 抗汗控油的成分 帮助你吸汗 这个粉底液基本上满足了 我对于粉底液的各方面的诉求 就是持妆高遮瑕 但是皮肤看起来有质感 接下来就看持孙秀的这一款 雨沙质地 成膜清透 持妆可呼吸 是不是非常像兰蔻持妆 搭配这个刷子一起上妆 十秒完妆服贴不假面 大米精粹 提亮保湿 持妆抗暗沉 这点在刚才的兰蔻持妆粉底液里面 是没有提到的 就是它没有讲到暗沉这个部分 第三点呢 是说它不化妆 整日持妆 不拖不花不斑驳 持妆效这款它的色号呢 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比较偏向于亚洲肤色的 然后它的色调分的呢 也比较细 兰蔻的比较强调的是 它的服贴度和妆感的细腻程度 麻生的好质感 那这个它有强调的是不暗沉 那我们今天重点就来看 这两个方面它们有什么差异 兰蔻这款的色号 我的是025 国内的编号是以字母开头的 P开头的是Pink 然后有P01P02之类之类的 比较多人选的是P01 中性色调的100 然后它没有一个中性200 但是按照它这个图谱 我觉得最适合我的应该是 P03这个色号 然后兰蔻持妆这个我要提一下 就是这个色号 我其实是在兰蔻的专柜上面 亲自去选的 然后它们有一个自己的高科技的 测试你的色号到底是什么 那个仪器它就是有一个探头 然后在你的面部取三个点 最后再根据电脑计算呢 能够算出来兰蔻的整个选色系统里面 最适合你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样的服务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靠贵一下是更好的 小方瓶的色号 我的是664 Medium Light Shell 网上的热卖色号呢 都是100的色号 然后我的这一款应该算是 黄调200 对于我来说也是蛮贴合的 现在我就来挤一泵这个粉底液 到手上比较一下它的质点 首先兰蔻的这个 它是有一点轻微粘稠的感觉 但是会往下流 那小方瓶 小方瓶的挤出来 感觉流动性会比它稍微的再快一点点 兰蔻这个已经暗沉了 我把它推开 我们比较一下兰蔻这个 它刚挤出来在手背呢 它就会暗沉 而且非常的夸张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刚买回来这个粉底液的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我踩雷了 因为它真的暗沉的太夸张了 你看我刚把它推开 它现在推开的部分又暗沉了 小方瓶这边 小方瓶的延展性会更好一些 我轻轻的就可以把它推开 遮瑕力都很高 我们看一下兰蔻这边 它真的是暗沉的夸张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它这个暗沉的程度很神奇 一挤出来颜色会立马变深 但是它在脸上呢 不会越来越深 那这种情况的粉底液 它其实不会影响你的带妆 但是你选色号的时候 不要选太深的 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用 你一定要把它挤出来 涂在手上看一下 它过一会儿 颜色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买 小方瓶的这个色号是偏黄调的 蓝蔻这个是偏粉调 中性色调的 我的脸就是黄调一点也可以用 然后中性色调也可以用 但是我不能选太偏粉的 小方瓶这个我觉得它 也是有一点点的暗沉 但是可以忽略不计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 可以理解的程度 那今天上妆工具呢 我就选这个薰陶小粉铺好了 我最近基本上都在用它们 它就是应对任何的粉底产品都可以 所以我觉得比较方便 这两个粉底液在包装上面 真的很可爱 两个都是黑色盖子 然后磨砂的瓶身 一个胖一个瘦 都有自己的蹦头 所以还蛮好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旅行袋 因为它瘦长 然后这个比较适合放在家里 因为它比较堆 这边脸上蓝蔻 这边脸上小方瓶 使用方法呢 就是现在手背把它涂开 然后在脸上点涂 我会先上个四分之一的脸 用按压按推的方式 我的毛孔基本上已经隐形了 这是一层很薄很薄的 半雾光的妆效吧 靠这边的脸上的油光 然后接着手背上的 吐到了头 你看它其实这个颜色 对于我来说 本身是好像有点亮的 但是它慢慢的沉默之后 就跟我皮肤融合了 还剩下最后一点 然后我用这个粉扑 按压在眼下 黑眼圈 鼻翼 我现在又半张脸已经上好了 整个妆效是偏压光的 非常集中的痘 这个我要等一下再遮 其他地方都是比较轻薄的 眼睛下面这一块呢 因为我的暗沉是最明显的 所以我会上第二层 所以我这里的粉底液是最厚的 虽然说厚 但是也没有很厚啦 今天就不用遮瑕膏 用刷具沾取粉底液 去边上它稍微快干透的这种 现在我整个脸都已经成膜了 摸起来非常的光滑 不用定妆 没有任何黏的感觉 然后现在你们感觉到了吗 就是没有像上妆那个时候 看起来那么亮了 它会有一点暗沉 但这个暗沉的程度呢 基本上就是维持一整天都是这样的 它不会再继续变暗了 它就是刚上妆的时候 会很明显跳楼式的给你按下去 现在你们看我脸跟脖子 就是一个颜色 上这半张脸 一棒的亮 推开 我在推的过程中很明显 小方瓶这边干的要比蓝蔻这边快很多 我现在手上的膏体摸起来已经开始有点变干了 所以我要快一点 我直接占去了 这样会比较快 然后小方瓶呢 第一次用我对它的印象不太好 是因为它有一点点让我卡粉 所以我今天妆前保湿就上的非常多 希望我自己皮肤能够保持一个比较湿热的状态 可能这个地方的痘印需要再重点盖一下 我现在上了这半张脸 已经非常的遮瑕了 手上还有大概30%的用量 所以小方瓶这边的遮瑕力 我觉得比持妆这边要高 并且它干的比较快 然后用起来呢也会更省一些 我觉得全脸用一蹦就足够了 然后动作一定要快 如果不够快的话 它可能推不开会卡住 我刚开始推第一层的时候 中间这个位置就因为推的没有特别及时 它就有一点像要卡住的感觉 我赶快把它推开了 现在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今天的护肤品就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的护肤品很多的话 这个粉也很可能会搓泥 因为它需要推的比较的快 用力一点 所以它会把你的底部的护肤品推起来 就很可能会搓泥 但是兰蔻持妆这边呢 我觉得你用按压轻拍的手法 都是可以把它推的很匀的 我觉得兰蔻持妆这边更不考验你的手法 然后现在两边呢我都上好了 很明显 兰蔻持妆这边就暗了很多 因为这边它就是没有什么暗沉的感觉 静看一下妆容的精致度 说实话静看真的是兰蔻持妆会好很多 小方平这边呢我上妆的时候就有一点点苦手 我觉得眼下这里它已经有一点点卡粉了 就是脂肪力啊这些地方它就有一点点看起来很厚重的感觉 鼻翼这里也是有一点像是变厚了 就是因为它干的比较快 我一低头就可以看到这边它有一点点厚重的感觉 兰蔻持妆这边就是我盖了两层它一样非常轻薄 没有任何皮肤看起来哪里变厚重的感觉 这边就是一层很好 两层不行 不适合叠加 看一下两边 我现在就觉得兰蔻持妆粉底液这边 感觉有点不占优势 因为它看起来很暗沉 对 但是是色号本身的问题 然后上完妆现在它已经是过了三分钟五分钟的样子了 也就是说两边肯定已经沉没了 很明显兰蔻持妆这边呢会更偏雾面一点 小方瓶这边它还是有一点微光泽的 我觉得看起来肤色呢是小方瓶这边看起来更好一点 摸起来我觉得这个粘腻程度可以不用定妆了 我今天两边都不打算定妆 外面要下雨了 好暗啊 现在时间1点23了 化完妆之后呢我再回来 嗨 回来了 现在时间2点07 妆容完成 今天这个妆容呢用到了一些新的产品 包括眼影 今天用到的是我新买到的Lunasol的这一盘春季限定吧 然后其中我最喜欢的呢是这两个颜色的碰撞 其实在眼睛上呢真的很微弱 我今天有把这个紫色稍微画的范围大一点 就是为了看清这个盘子里面的紫色调 眼皮上面呢有叠加一点点这个绿色 这个颜色比较透 所以存在感比较薄弱 但是还是能看到一点点 我觉得还蛮微妙又好看的 然后今天的眼线胶比呢爱杜莎的这款 我觉得它的包装真的很戳我 是我喜欢的风格 然后呢我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卡其绿 一个是零次号 是这种深的咖啡色 这两个颜色都非常的日常 然后它的笔头是这种很细很细的 非常快干 想要去移动一下它的话 其实还有点难度就是它很快干 很细也蛮顺滑的还不错 睫毛膏和下睫毛这些都是我常用的语集的产品 腮红今天用的是陶月 没有太多的色调 但是会感觉你面中这里很干净 然后唇膏我今天纠结了好久 到底要用什么颜色 最开始我用的是这个mole over 然后但我觉得这个颜色名度太高了 就是本来我今天这个眼妆就是全包式的 看起来有一点点浓艳 然后我就叠加了一个非常深的这个 叫做over the top 单用的话有点可怕 就非常适合叠图 叠图 如果你叠图的话呢 会让你整个的颜色看起来会暗一些 就是非常适合叠加在颜色很亮 明度很高的颜色上面做一个调和 今天这个整个妆容出来呢 看起来人就是比较偏向于美紫色调的 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的紫 色调本身比较低饱和 但是出来的整体妆效比较和谐 然后我还挺喜欢的 有一点呢 就是刚才这里上了植村秀那边的小方瓶 这里我不是说它有一点点卡粉吗 然后上了腮红之后 我觉得它就真的会有点影响那个妆效 这边的腮红就是比较平整的 我今天额头的妆呢就是非常少 有一点像脱妆的边缘 就没有像下半张脸看起来那么的完整 我们给它稍微定个妆吧 然后一整天我就不会再去碰它了 用一样的产品来定就是一大饼 我今天这个妆容的色彩我就觉得整体 面部是压光的会更高级 看现在就是比较完整 现在呢打算去做个午饭 今天的午餐后面有两种制作方法 我打算用第二种 美味食用法 将米粉放入碗中准备好碗盖 烧100度开水倒入米粉碗中 并盖好盖子泡4-5分钟 捞出绿干备用 烧400-500毫升开水 并倒入除泡菜配料包之外的所有配料包 水烧开后小火熬至3-5分钟 将熬制好的汤料倒入泡好的米粉碗中 倒入泡菜配料包搅拌均匀即可食用 备注放入适量葱花香菜更美味 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 这个鸡肉好硬啊 这个鸡肉感觉跟牛筋一样 好硬啊 鸡肉不太很好吃 我也没有吃过正宗的绵羊米粉 没有办法比较 基本上我刚才放下去的汤都被这个米粉给吸干了 现在有点像是一个干拌粉 我家好乱 全部都是快递的包装盒 这边肉泥的高尔夫球包球肝好久都没有去了 我今天戴好口罩了 然后今天戴的是布的这个 希望回来以后我的妆容不会花太多 我出发吧 今天用这个香水 还是我最爱的黄茶 出发 现在已经到UR了 然后我就想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彩色的衣服 这边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彩色的衣服 我已经回后面能看到我自己的照片 好羞耻 这个部分忽略 因为是4月份我们的一些宣传照 然后现在时间是7点11 7.11 6个小时左右吧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口罩 有蹭到一点点鼻梁跟鼻子 我觉得维持的蛮好的 除了就是鼻子这里刚才看有一点点蹭掉了 主要蹭掉的就是鼻头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鼻梁这个地方 主要是这两个位置 看一下两边脸 遮瑕力呢很在线 鼻翼的两边有一点出油 然后眉心啊一直到T区这个地方有一点出油 斗印的遮盖力还是可以的 就是刚上妆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就是出去了一圈回来 还是差不多就是这样 也没有怎么掉 然后两边都还可以 我觉得不算有很大的差别 然后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我在幽儿买的衣服 我们今天下午只去了幽儿一家衣服店 然后逛完之后就去喝了点东西就回来了 今天的出去就是非常直线 就是买了一家店的衣服 然后我买了挺多件的 我这次主要是想买一些夏天就是凉爽清凉一点的颜色的衣服 然后首先是一件男士的串衫 非常清爽的颜色 它是浅蓝色跟柠檬黄 就很夏天 就是直接当成外搭穿的 就直接套在 比如说里面可以穿一个抹胸或者是吊带 然后把这个套在外面穿 它是有一点半透的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裙子有点大 反正这个衣服看上的主要是它的颜色 然后很凉爽 长度呢大概是这样到这 然后我买的是M码的 其实我觉得买S可能会更好 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已经没有S了 货号是哪个给你们看一眼 然后我买了一条在家可以穿的裤子 一个米白色的长裤 然后它里面是有一点点的直绒 裤脚是没有收口的 是一个比较直筒的裤型 腰部是这样子的 就很简单 然后这个是我想在家穿的 因为它比较保暖 因为我在家的时候基本都是开空调 然后有时候在剪视频的时候 一直待在这儿就会有点冷 所以我想买一个比较舒服厚一点的家具裤 然后我还买了两个吊带 属于基本内搭吧 这个我很喜欢 一个平口的设计 穿上以后我觉得挺干净利落的 然后它又是平口的 牙膏的颜色非常清凉 然后还有一件这个也是基本款的 这个更加基本款 它前面是这种就是有扣子的 我觉得这件包裹效果也挺好的 对这个是这件黑色吊带的货号 牙膏色的吊带的货号 然后另外这一件也是男版的衬衫 我是第一眼就看上了这件衣服 非常清爽的薄荷绿色 然后它的布料也是有点透的那种 颜色和版型我都很喜欢 左边这个口袋上也有一些标签的设计 颜色也都特别的夏天 是两种穿法 第一种就是我可能会把它全部都扣到底 然后配一个高腰的裤子穿 第二种穿法就是里面可以穿一个吊带 然后把这个套在外面开衫这样穿 我觉得他们家的衬衫男款的 我穿S比较合适 对这个是货号 快要结账的时候 在货架上看到的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当睡裙 长这样 就是一个背心裙 装装是这样 我这是想买一个白色的棉质的长裙 在家里面可以穿 这个是货号 好好好好 我真的是穿不出门 这个整个在家穿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现在打算把我的影心眼镜去掉 朋友来我家 然后我们打算吃个晚餐 现在11点21 都有一点点出油了 左右两边都有 然后我刚才仔细观察了一下 我鼻子上的粉底 就是中间这块呢都是蹭掉了的 就是离鼻头最近的这两个位置呢 我觉得兰蔻这边好像稍微要强 那么一丢丢 毛孔也是 这块也都出来了 但是粉底都还在 没有怎么掉 然后我刚才因为戴了眼镜嘛 然后这边的粉稍微有一点点堆积的现象 一点点粉 这边是没有的 皮肤比较油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不定妆的话 都是会出油的 我先去冲脸 冲完脸之后 我卸完妆 我再给你们对比 我觉得这一次的冲脸特别明显 这边的水珠呢 它是浮在底妆上面的 这边的呢 感觉它已经融合到底妆里面了 有吗 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这一块区域特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 水珠刚才在上面就是一颗一颗的完全没有把底妆冲走 然后这边的话呢 感觉好像底妆已经被打散了一样 拿两张卫生纸 看在这儿 哇 超明显 蓝蔻这边 是黄色的 蓝蔻很明显 是黄色的 小方瓶这边就比较干净 基本上没有太多 我怎么会想到蓝蔻持妆居然水冲过之后 它会有点脱妆了呢 这边就好一点 哇 完全没想到 这个是我第一次冲水两边脸我觉得差别那么明显的一次 你们看见这张纸上面是有一点点肤色的 就是蓝蔻持妆这边 然后你们能感觉到吧 这块的妆有点被冲掉了 就是皮肤那种有一点点泛红的感觉出来了 这边特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 就只要不是热水冲过的地方 刚才明明是蓝蔻持妆我觉得这边妆效比较好的 然后现在水冲过之后小方瓶居然坚挺的撑了下来 然后我们现在卸妆看一下两边皮肤的状况怎么样 这一步呢要测试三点 第一个就是看一下皮肤的遮瑕力 上妆没上妆的对比 就是持妆了一整天之后 你看它刚才还是有一点遮瑕力的 完全擦掉呢 这些痘印就又出来了泛红啊 第二点要测试的就是这个粉底液 带妆一整天会不会闷到 皮肤的状况现在看起来如何 我觉得目前这边擦过的 看起来皮肤都是比较不错的 我觉得是没有闷的感觉的 还是一种很轻薄的带妆体验 然后第三个要测试的呢 就是我现在要重新再上这个粉底液到脸上 然后你们对比看看 这个粉底液刚上妆跟带妆一整天 它的暗沉情况有没有区别 然后现在两边我都擦掉了 完全擦掉之后 这几个痘印都又出来了 试妆力真的不错 然后我现在呢 再把这两个粉底液重新上到脸上 让你们对比一下 它刚上上脸的时候确实就是比较亮白的 我白天的时候忘记讲了 这个兰蔻的粉底液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花香调 两边上好了 那你现在整个大局的去看 我觉得暗沉的情况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吧 就是光泽感会好一点 但是没有太明显的暗沉 还可以吧 现在呢就来说说我整体的感受吧 好 首先我觉得这两款粉底液 持妆力我觉得都很不错 直层袖这边会更加多一丢丢的遮盖力 两个都算是中高遮瑕了 我觉得大部分人用起来 它们两个能打造出来的遮瑕力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这边蓝蔻的上妆我个人更喜欢一点 因为我觉得它上的妆效会更轻薄 虽然也是压光雾面的 但是多次叠加也不太容易会厚重 然后呢 直层袖这边上妆手法一定要过快 不要就是上全脸 然后再慢慢推开一定会推不开的 二次叠加很容易会厚重 所以最好一步到位 就是跟你自己的工具啊 还有你的上妆手法要稍微磨合一下 眼下这些地方尽量不要去上第二层 整体上出来的妆效两边都是压光的 直层袖感觉上会稍微偏多一点点的光泽吧 然后有一点就是蓝蔻这边选色系的 不要选太深的 因为它刚挤出来就会氧化 所以建议大家买色号的时候 最好看清楚 涂抹出来之后过一会儿它 真实的颜色是什么 但是这两个颜色上到脸上一整天 不会有太明显的暗沉 不定妆的话呢 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主要就是额头T恤这些地方 如果说你本身就很油的话 还是建议做好定妆和补妆 不然还是会脱的 然后冲水测验呢 我没有想到 蓝蔻持妆这边居然不是很能打 用热水冲了大概10秒钟左右 它其实就有点要脱下来的感觉 但是小方瓶这边居然可以hold住热水 它的水珠都是一颗一颗的 然后我用纸巾擦呢 它也擦不掉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挺神奇的 如果你要出去水上乐园 或者很炎热的一整天的话 我觉得小方瓶这边蛮强的 但是我觉得它对于防刮蹭 防口罩脱的这个能力 也没有说到非常强 就两边呢都还是会稍微掉一点 就鼻头这里 如果你想一点点都不脱的话 搭配一个定妆喷雾 不然的话还是会多少蹭到一点的 但我相信这个对比我其他手边的 不太持妆的粉底液来说 它已经算是比较防刮蹭的了 那你我觉得如果说夏天 你想要选一个比较压光 比较持妆的这两款 我觉得都可以 那我自己选择的话 我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蓝扣持妆 主要也是因为它上妆出来 我觉得第一是不考验手法 第二是我觉得它上出来的妆效 质感更好一些 更像是原生皮肤就那么好 那小方瓶这个的话 我觉得它让我觉得有点 挑当天皮肤的状态吧 如果皮肤稍微有一点干 起皮啊 或者我当天手法用的不太好 它很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厚 那今天这两个PK 我觉得两款粉底液都是不错的 在我一个混油皮脸上 带妆情况我觉得我是满意的 那二选一的话 就是我会推荐蓝扣持妆这一个 只要四号选对了的话 其他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槽点 但是如果要去水上乐园的话 这个是会妥妆的 其实冷水可能会好一点吧 热水真的就是很残酷 我觉得它不太能hold得住 那就是今天的报告啦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下一次测粉底液的时候呢 我想要去测一个气垫 但是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兴趣 因为这个气垫呢 是一个比较贵的气垫 有一点想要放弃 因为这个气垫呢 我买回来我用了大概三次左右 每一次用呢都不满意 但是它又非常昂贵 我里面这个芯 它已经开封了有一年半了 然后我突然间发现 我还有一个替换芯 应该是买的时候 它就是两个替芯 然后我就想说 把这个替芯装进去 然后再测试一次 给它多一次机会 在镜头前面记录一下 不确定你们有没有兴趣 如果你们好奇这个 在混油皮的脸上的 带妆情况的话呢 记得在这个视频扣1 就现在扣8 扣1吧 然后我就会做这个 下一次我们就做这个 然后如果你想要看 其他的底妆产品的测评的话 也可以在弹幕里告诉我 OK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现在就打算去睡觉 洗脸 睡觉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